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 上个礼拜三是Ashe Wednesday 就是那个圣灰礼拜三 是育苦期的第一天 但是呢,那个育苦期了 其实不包括那个礼拜天 所以今天是育苦期的第七天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诗篇的第七十七篇 虽然经文是比较长 共有二十节 我觉得还是有需要 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就邀请大家可以翻开你的圣经 到诗篇第七十七篇 让我们可以一起来读 好,翻开的 我们就从那个第一节开始来读 我要向神发声呼求 我向神发声 他逼留心听我 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 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我想念神 就烦恼不安 我沉淫悲伤 心便发昏 你叫我不能闭眼 我烦乱不安 甚至不能说话 我追想古时之日 上古之年 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 门心自问 我心里也几细 醒叉 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 不再施恩吗 难道他的慈爱永远崇敬 他的应许四肆飞弃吗 难道神忘记开恩 因发怒咒几智 他的慈悲吗 我便说 这是我的懦弱 但我要追念至高者 显出右手之年代 我要提说 那耶和华所行的 我要纪念你古时的骑士 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 默念你的作为 神啊 你的作为是洁净的 有何神 有大如神呢 你是行歧视的神 你曾在列邦中 彰显你的能力 你曾用你的绑壁 赎了你的名 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生 神啊 诸水见你 一剑都旧都金黄 深渊也都战斗 云中到处水来 天空发出响声 你的剑也飞行四方 你的雷声在旋风中 电光照亮世界 大地战斗 震惊 震动 你的道在海中 你的路在大水中 你的脚中 无人知道 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 引导你的百姓 好像羊群一般 那诗篇 那诗篇第七十七篇 有一个标题 就是亚沙的诗 照 耶杜顿的作法 交与灵掌 但是其实呢 这个标题的次序 应该是 交与灵掌 然后 照 耶杜顿的写法 亚沙的诗 那今天我也是 跟大家就是 从刚刚那个次序 来看 这个不同 那两个的 不同的人物 第一个就是 耶杜顿 那谁是耶杜顿呢 他的作法 又是怎么样的呢 从旧约圣经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 有关耶杜顿的资料 他是那个 大卫期间的 灵掌 就从那个诗篇 第三十九篇的第一节 我们也给 从那个历代至上 第十四节 十四章 那个四十到四十二节 我们知道 原来那个 耶杜顿是一个祭司 他与那个西曼 是同期的 就我们也在那个历代至上 十五章 十七节 跟那个十九节 我们知道 他应该 那个耶杜顿 就是 就是以探 就是 以探 跟那个 耶杜顿 是同一个人 就是两个不同的名字 而已 另外了 就是 他的 子孙 后来是守 那个圣殿的门的 就在那个历代至上 第十四篇 十四章 第四十二节 在那个诗篇当中了 其实 只有两次 提到那个耶杜顿的 作法 就在那个 诗篇的第六十二篇 跟那个第七十七篇 当然就是今天 我们要看的那个七十七篇 就 从这两首 的诗篇 虽然只有两首 其实我们可以找到一些 共同的地方 让我们就首先看 那个诗篇 第六十二篇的第一节 我想第一节 就可以看到很多 在我们要看的了 这是 大卫的诗 照耶杜顿的作法 交与灵掌 然后就留意了 他说 我的心 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我的救恩 是从他而来 那我想我们就 刚刚读那个诗篇七十七篇 我可以发觉到的 那个诗人 就 其实就 处于一个 一个我觉得是很烦躁的 一个情况当中 那个心烦意乱的情况当中 就 似乎 就 耶杜顿那些的写法的时候 好像是 给我们一些的 那个暗示 就 我觉得那个也不是 这是任何年代的人 都可以用它上的 就是 越是 心里 烦躁 就 越需要 越是要 那个沉默 等候神 在诗篇的 第七十七篇 我想就 不难 我们都看到 这样一个 对比 或者这样一个 的 行动 另外呢 这有亚撒 亚撒是谁呢 他在那个 诗篇当中 有 一些 什么的 作品呢 当然 之前我们 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 从那个 《基尔圣经》 找到一些 有关 那个亚撒的 资料 他也是 立位人 刚刚 就有提 提过 其实他 那个 跟那个 西曼 和那个 以探 当然就是 耶杜顿 他是同期的 都是同期的 所以从那个 历代至上 第十五章 十七节 我们可以 看得到 亚撒 有十二首的诗篇 在那个 出现在 那个诗篇 就从 当然之前 我们都已经 都看过的了 就是从 那个 五诗篇 然后就 七十三 一直 从七十三 到八十三 所以一共 有十二首 回到那个 今天我们要看的 那个诗篇 第七十七篇 那我的理解 就是诗篇的 第七十七篇 和那个 七十四篇 是说叫 companion psom 就是那个 唯伴的 诗篇 所以你看到 在那个 譬如 再看那个 七十四篇的 第十一 第一节 说神啊 你为何永远 丢弃我们呢 然后在那个 七十七篇的 第七节 难道主要 永远 丢弃我 不在 诗恩吗 我们再比较 那个 七十四篇 第十二节 到十五节 跟那个 第七十七篇的 十六节 到十九节 你也看到 有很多 很相似的 地方 但是经文是有点长 我就不 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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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 就 所以我的意思说了 如果 我的理解是 正确的 所以 就是那个 诗篇 第七十七篇 和那个 第七十四篇 是由 拥有同一个 背景 所以很有可能 甚至是有 同一个的 Georgia 所以如果 这样的理解 是正确的 也就是 那个圣殿 是在 圣殿被毁 和那个 圣民被 掳 之后才 那个时候才写的 所以 如果这样理解 是正确的 这是一种 比较 后期的 那个作品 如果是 后期的作品 所以就 不是 在那个 大卫 期间的 那个 亚沙写的 诗篇 那我觉得 我就有需要了 再次来提出 会指出 虽然 我们一般的 中文的翻译 就在 那个大卫的诗 或者是 亚沙的诗 但是其实呢 在翻译上 那个 D 的意思 不一定是 好像英文那个 off 这个人的 那个作品 就 其实可以 就是 for 就是way 或者是 to 也是way 这个人所写的 就 或者写有关 这个人的 那个 所以其实呢 就不一定是 那个 有一个 有人冒充 大卫 或者是 那个亚沙 来写的一些的 诗歌 而是呢 我们也要了解 标题 写的标题 是 后来那个 编辑的人 他把 这个 这样的一个标题 就摆上去的 就以他 自己所了解的 或者当时 人接受的资料 把它放进去 所以意思说了 那个 标题 最少我们 福音派 就不接受 是经文的 一部分 诗篇的第77篇 我有一些的 观察 看到 失人 失眠 不能 就晚间 晚间不能睡着 我想这个 对我们现代人的 经常都 有很多人都明白 什么叫 失眠 就 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呢 或者为什么 如果你今天 也有同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不能入睡呢 为什么你会失眠呢 最少从经文看到了 失人因为 心烦 意乱 不能入睡 虽然 祷告 但是好像他也不能 交托 所以反而就是 他越祷告 就越心烦 心里就越来越多的疑问 所以 各位弟兄姐妹 我再次 请大家也 思想到 你现在的情况 有什么 使你不能 安睡 有什么 使你 心烦意乱 有什么的 怎么样的方法 才让你 可以重新的 可以 可以睡走 那当然我希望的 那个 你的答案不是 要误 但是毕竟 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 让我们可以安然的 可以有一个安静的睡眠 另外一个观察 有三次的用到细拉 在第三节 在第九节 跟那个第十五节 那我再一次说了 那个 希拉 就是好像一个 修纸符号 就是一个 让好像 把一个 成为一个段落 就 也 让那个诗人 或者是要读的 那些人 有一个 休息 或者简短的一个 休息的一个时间 那再一次说 那个 越是 心 心理烦躁 这其实 越是 要 静默 等候神 诗人 懂得 最后 懂得 这一个 的一个 的 一个 智慧 他 难怪了 他就是 三次 用到 那个 希拉 他 需要的 一次 又一次 在神的面前 安静 等候 那因为他心里 其实的确有很多的疑问 在这首诗篇 他问了三组 为什么叫三组 因为每一组里面 有两个的问题 他问了三组的问题 在 第七节 他说 难道 主要 永远 丢弃我 不再 失恩吗 然后就在 那个 第八节 说难道 他的 慈爱 永远 穷尽 他的应许 世事 废弃吗 难道 神 忘记 开恩 应发怒 做几治 他的 慈悲吗 在 第九节 感谢神 就在 那个 安静当中 在 安静 等候的当中 世人 有三个的 决定 或者是 有一个决定 但有三个的 行动 第十节 说我要 他说 我要 追念 appear 就是向神来求 第十一节 他说 我要提说 我还是用那个 合本的用语 但是意思说 就是remember 是要记得 或者要记念 第十二节 说我要思想 当然是 用那个ponder 做ponder 的确就是思想 反思 或者是不断的 或者是默想的 一个意思 所以你看到 既然用到 那个我要 我要 所以 当然就是 这是决定的意思 就是他要 采取一些 行动的意思 他对于 神的作为 世人要 remember 要提说 最少中文 那个 合本的翻译 是提说 要记念 然后他要ponder 要思想 就是一次 又一次的 思想 和 meditate 默念 默念 那其实这三个行动 就算对于 我们今天的人 都是重要的 我不晓得 对于你 哪一个是你 很重视的 或者经常做的 但是也许 也有一些 我们是会 符合到的 这把不得 我们就要学到 我们要remember 我们要ponder 我们要meditate 就是要 我们要 纪念 我们要思想 我们要默念 因为时间的缘故 就让我直接 给大家 不单止是一个 而是两个 可能的大纲 从第一节到 第九节 我给第一个 的一个题目 这分题就是 黑夜里的绝望 The darkness of despair 我想我不需要 太多的解释 只看到诗人 的确就是处于 这样一个 绝望的情况当中 第十节到十二节 我给这个题目 就是黎明前的决定 我想这个也是 那个整首诗篇的 那个转列点 英文我叫 The dawn of decision 就看到诗人 因着这个决定的时候 扭转他整个人的心态 从第十三节到二十节 我给一个题目 就是白昼中的拯救 The day of deliverance 虽然在那个时候 其实那个事 还未得到拯救 还未得到 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他的信心回来了 他相信神会做事 他接受要等候神自己的时间 那另外一个大纲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我对那个 希腊的使用的一个理解 做一个分段的一个作用 另外也许我也是比较喜欢 一些大纲是用那个动词的 有动感的一个大纲 所以我也给大家 以下的一个大纲 做一个参考 诗人有四个的行动 在那个第一节到第三节 他就是首先的seek 他寻求神 他寻求神 然后在第四节到第九节 我用的字是consider 就是他追想神 他要纪念到神 过去的一些的作为 然后就在第十节 第十节到十五节 我用的字就是ponder 就是他思想神 不断不断的思想到神 然后就第十六节到二十节 我觉得也是最宝贵的 就是summit 要圣服神 我想我们可以思想很多 我们可以回想很多的过去 但是诗人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导 就是要我们要等候神 我们在安静当中等候神 而且我们要圣服在神的时间上 今天也是希望大家我们可以学习到 也许你自己也在绝望当中 也许你也是在一些 你很在心里面很多的疑问当中 你可能好像祷告了 而且好像没有什么一些的改变 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 常常祷告 不要灰心 等候顺服在神的时间上 愿神赐福大家